各位錶迷你們好 今天很開心介紹一款我未介紹過的品牌 Middle Middle是1918年成立的 現在是 Swatch Group 旗下 Middle 當然價錢是入門的瑞士錶 但其實它的錶越出越漂亮 尤其是 Ocean Star 系列 我看網上,例如台灣 也有很多人追蹤這個型號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帶子有點像米蘭積帶 但其實看清楚又不是 不過是Multi-Link的Bracel 最吸引的當然就是錶面 我看網上資料稱之為地中海藍的Dial和Bezil 還有Box Sapphire Crystal 看起來是復古味很重 但它的秒針是橙色 大家玩開Middle 也知道 看見底盤也知道 其實Middle 很多時候會用橙色 是標誌性顏色來的 所以就很配合到它的品牌 底盤沒有透底 它有一個Ocean Star 有一個海星在底 大家都可以看清楚 那條帶子的背面 它使用的機芯 就是Caliber 80 Swatch Group經常都會用這個機芯 即是Based on ETA 但就把Power Reserve 拉長到80小時 大家看看錶面 它有Day-Date的功能 三針 還有一些這麼跳躍的秒針 我覺得這隻藍色的Dial Bezil 再加上這支秒針 我覺得是滑龍點睛的作用 真的很漂亮 戴上手 我的手是7吋 這個錶的直徑是40.5mm 厚度是13.4mm 如果大家不喜歡藍色 其實它有另一隻是黑色的 黑色那隻 它的夜光用了泛黃的顏色 看起來很有Fultina 即是舊化了的復刻味道 藍色這隻用了白色的夜光 兩隻都很漂亮 如果新潮一點 我就覺得是這隻 因為藍色再配合這麼特別的橙色紫針 我覺得整件事更突出 它最好是不單有鋼帶 還有一條藍色的積帶送 有快刷功能 例如大家可以配衣服 出街上 可以用鋼帶 或藍色積帶都可以的 好多謝榮記錶行 借出這隻錶給我拍片 上次也說過 這間錶行在佐敦與華國貨地下 代理很多品牌 如果大家在這裏買錶 只要看過這個頻道 就會有一個特定折扣 之外還有一個特別折扣 再加上特別禮物 如果大家去買錶 記得看過Wild Watchwell 或色黃山 多謝